各位多早晨,今天ioommo課課就開始了 昨天我們會在上課的工業工業工期, 今天會到第二部份,就討論工作項目 兩個也是代表項目, 我上去提到同一遍,不要搭錯物業工業工, 我們來搭的是工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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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頁目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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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頁目的。 和我留意,Test和 Functional Group 而言, 其實有一個測試,即是你如何測試 Functional Group 存在 其實很多時候去到後面那一部分,我們如何認識 Combard 的時候,其實很多時候都會有 Functional Group 的測試 但一會兒的時間,就和大家一同看看 究竟 Functional Group 而言,究竟是甚麼測試 好了,我覺得這份筆記都排在給同學 包括Test of Iron 而言 第一,我們先和大家講講Cat Iron Positive Charged的Cat Iron 然後看到Protessium,看到這個聯份是代表出的聯份 Protessium,同我見到只有Frame Test Protessium是產生Lilic的Frame Color 至於Sodium也是用Frame Test 會產生Golden Yield的Frame Color 至於其他的Iron 而言,包括Cupar Cupar 而言,我們可以透過做Frame Test Frame Test而言,就會產生Bullish Green的Frame Color 我特別看見同學 Frame Test而言,不是一個Chemical Test Chemical Test的意思是,你都會用一個Chemical 去進行一個Chemical Change 但同我們見到,在這個Frame Test而言,只是把它加燃 所以這個來講,我們就不當的 所以如果你說,假設他問你,要用一個Chemical Test 那你就要留意,我們Cupar來講,我們就用下面那兩個 就不會用Frame Test,希望我們要留意 那如果是我們想分辨Cupar的話,或者Cupar-2Iron 那有什麼的Test,我們會令他知道它是Cupar-2Iron 最簡單來說,是用Sodium-Hydroxide solution 對不對?大量的Sodium-Hydroxide solution 那會產生Blue-Light Blue的Precipity 對不對? 那至於下amonia的話呢 首先,因為amonia本身都是Alkaline 所以有Hydroxide的話呢 那就會產生Blue-Light Blue的Precipity 那然後呢,這個Blue-Light Blue的Precipity 而言呢,它就會被Dissolve 在Excess裡面,就產生一個Deep-Light Blue的Solution 那這個就很特別,還有一定是Cupar-2Iron 才有這個特性的 那我希望同意留意了 那至於我們的Iron-2來講呢 我見到呢,就要加Sodium-Hydroxide 或者amonia,因為兩個來講呢 結果都一樣,都是會產生Dirty Green的Precipity 那當然Iron-2來講堂語 還記得呢,當時你們在Rust 即是在講Rusting的那一貨的時候 Corrosional Metals的時候呢 都跟大家說過呢 就說它其實可以落這個Rust Indicator 用來的Hexa-Sano-Iron-Free 不,Potassium-Hexa-Sano-Iron-Free 不是,Hexa-Sano-Free-Free 講清楚,這個 K-3-F-E-C-N-6 Potassium 跟著就是Hexa-Sano-F-E-C-N-3 這個來講呢 就會產生一個藍色的Color 對不對,OK 那至於我們的Iron-3來講呢 我們就會是用呢 我們的Sodium-Hydroxide 或者amonia 兩個都會產生到 Redish-Brown的Precipity 那至於我們的Potassium 即是Falcane來講呢 我還記得呢 這個就會產生一個 Blood-Red的Color Sodium-Hydroxide OK 明白,那我還記得 這個Arm-3 加上這個S-C-N-4 就產生F-E-SC-N-2 正的 那這個呢 就是那個Blood-Red的Color 那你還記得呢 當時應該 如果沒有記錯 應該就是我們在講Equilibrium的時候 基本上就是會用這個 Case-SC-N-4 和Arm-3去 踩那個Reaction 還有這個顏色是相當深色的 那我們可以用Colorimeter去量度的 OK 那下一個來講呢 就是我們的Syn-Iron Syn-Iron 看到呢 有數點卡 那或者我們用這個amonia solution 那我看到呢 那麼我們的Syn-Iron來講呢 就會產生到什麼呢 產生到這個 Wide Preceptivity 那還有兩個呢 都會是怎樣呢 兩個都會是 Re-Dissolve In Excess 的 OK 不等我先 我目機好像網絡有些問題 好 那它呢 無論Sodium Huxide 或者Armonia來講呢 兩個都可以在 Dossil 時 Dossil 時 都會產生到 Wide Preceptivity 還有兩個呢 都可以在 Excess 的話 都會 Re-Dissolve 記住 Syn-Iron 可以是 Re-Dissolve 在 這個 Syn-Iron Dossil 時 或者是 Excess 的話 只能夠這個Iron 那最後 Amonium Iron 這個只能夠這個方法 那麼記住 Amonium Iron來講呢 我們會加Sodium Huxide Solution 同學都知道 Amonium Iron 加了Sodium Huxide 之後呢 它就產生到 Amonium Gas 那當然看看 你這個不是什麼 那如果譬如 Amonium Chloride 的話 就產生Sodium Chloride 和水 那這個Amonium Gas 記住 一個噴進的 Colorless Gas 而這個 好似備的 Colorless Gas 來講呢 它就會變成 紅色 Paper Blue 唯一一種 產生 Amonium Gas 那就是 這個 的 是 是 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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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 N-Iron 來講呢 也有三年 都運過 那我看見 N-Iron 是 N-Iron Coloride Boma 和Alda 這三個 都是我們的 Helite Ion 由Helogen 形成的Ion 跟我看見 Helite Ion 我們三個 都是 酵化的 銀色的 酵化解釋 當然 分別 產生出來的 Precipity 會有不同 那你見到 Coloride 就產生 白色 至於 Boma 就產生 白色 以Alda 就產生 Helite Ion 我也想提到 如果這三個 的Ion 來講 落這個 Helite Ion 之前應該 一定是 所以如果你的 Sample 是Solid Sample 你必須要將 Sample 是Dissolve 先的 可以嗎 OK 變成了一個 Solution 然後 將這個Solution 再加入Helite Ion 記住 寫的話 就寫完這個字 不要漏了 酵化 因為你不酵化的話 Sample Nitri 有機會有 Precipity OK 因爲它 會產生 酵化 希望同樣留意這個 好了 那跟著呢 跟著呢 就是我們的 卡本尼 卡本尼 可以看到 我們會 落這個大些的 濃烈濃烈 就會產生 如果我們想知道 這個濃烈是什麽呢 我們可以用 和 濃烈濃烈濃烈 去測試 如果這個 卡本尼 能夠轉濃烈濃烈濃烈 那這個 就一定是卡本尼 當然 除了這個 我們有另外一個 的 N-Ion 就是我們的 濃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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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會有相類似結果的 但是我也想特別提供 因為在這個部分 我記得 我列出了這一些 因為這一些 來講 就在CNA家裡 寫明是要和我們 一定要認識的 反而我們的 濃烈濃烈烈烈 其實它就沒有 一定要在這裏 來講 要知道 用這個方法去做測試 所以這裏來講 兩個 來講 因為其實 卡本尼 會首先 先變成 濃烈濃烈 卡本尼 最後變成CO2 和水 所以 做出來的 完全一樣 所以 就因為 卡本尼 我們不需要 所以這裏來講 就變成 我們就沒有 寫那個 氧了 至於 最後這兩個 來講 包括 我們 這個來講 其實過往 這個測試 來說 其實都幾 你說 是不是出得好 不是 但是 你出的 就一定是 用這個 Hydrochlorine 一定是 進去的 我都知道 當我們 Hydrochlorine 加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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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鑽 加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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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彌制 就變成Sylverdioxide Sylverdioxide我們測試的話 就會是落這個 Origin Acidified Potential Chromate Solution 顏色來說是Origin 顏色就會由橙色變成綠色 這個就是我們的Dichromate Solution 就會是這樣的Origin 你往往在這裏面來說 所需要用的Vegion 記住大致上來說 希望和我們記記就是希特阿蘭 就是Acidified的799 Solution 至於卡本尼、Hyperchloride和收費 都是六大Lew Exit 不過通常一般 我記得過往在DSE題目中 我之前也跟各位說過 無論Paper 1A Paper 2的第一題 即是Industrial Camp那一題 又或者Paper 2的第三題 And the New Camp 頭的APAC 過往這幾年都有五分 五分來講 我看到現在這些Iron的測試 基本上都在五分出現了 有些情況是鬆手一點的 就是Reation 1分 跟著Observation 1分 試過不要這樣鬆比 有些比較近的比例就是 你的Reation和Observation一次過給了 一分 所以看看Defense 有些情況可能會給兩個Iron來 例如剛才所說的情況 例如2017年就是分別Protestium Iron和Sodium Iron 最簡單來說 就是用Frametest 你會說回兩者的色彩 或者Framet color有什麼分別 我都想提到 如果逢親記住 Distinguish這個字 即是分辨 中文叫做 Distinguish 就一定要講了A和B兩個不同的 Combard的一些 有什麼不同的 記住一定要有一個比較的意味在裡面 我希望你到時候回答的時候 你需要自己留意這些地方 先別了 不要寫了說 只講了另一個不講 一定要有一個比較的意味 或者如果你說沒有的話 最簡單的 我之前也講過 最簡單的答法就是寫Only 即是只有哪一個有 如果只有哪一個有 就意味到另一個沒有 所以你們最簡單的 如果不是這麼寫 譬如說 譬如說 你用過Test為例 那你說Only 哪一個會產生什麼結果 OK 好了 至於Gassets來說 他過往也有問過 但是唐建島不問得多 所以唐建島 如果你說真的記不太多 那我想最簡單來說 我建議同學 或者先記住這個Cat 和NR 可以嗎 在Gassets來說 你看到它包括這幾個Gassets 包括唐望到 就是Hydrogen 我看到Hydrogen 就是我們 那個Rehagen 就是我們用的方法來講 是Burning Spin 記住Burning Spin 不是Burning Spin 可以嗎 OK Burning Spin 真的燒成了一條燒的木條 OK 他再產生快樂 OK 至於Oxen 就是Rely Golden Spin 記住Oxen 才是Rely Golden Spin 記得不要這樣 Groaring 意思是 差不多色 還未至於色色 挺濃的 OK 至於Clooxin 剛才跟打說的 就是那部份 就是用Line Water Line Water Milky 應該是CO2加 Kalcium Hyptroxide Line Water 是Kalcium Hyptroxide 這樣就產生 satisfying Kalcium Carbon 及水 OK 至於AMONIA來說,它是唯獨的一種ALCALINE GAS 我們做的測試的方法就是用這個 紅色標記錄,可以嗎? 這個我似乎寫高了這裏 這裏來講就是補充的方法 這裏來講就是補充的白色標記錄 然後是白色標記錄 因為補充用下水後,它會產生酵素的解析 所以就變成紅色,然後再變白的話 就因為我們的濃氯氧氧氧氧氧氧氧 或者是用一個藍氯氧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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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氧� 我们就要讲过 就会acidify的Protestium Dacromate solution 那它就会由橙色转做绿色 那以后就写给图看了 可以不可以 因为我都试过问那些 equation 所以都会见到 希望我都要留意一下 那至于Hydren Chloride gas来说 我们通常就会用AMONIA 去跟它反应 因为同时跟我留意 因为这两个本身都是gas 那由于一个Hydren Chloride 是一个acid gas 那而Hydren Chloride gas 那么所以到时候 一个acid加.Hydren Chloride 它就会 neutralize 变成一个 产生Rron 我們會令到濃烈的磁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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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藍色轉為黑色 這個我相信已經熟悉了 通常這些水怎樣產生出來 我都沒有寫 通常一般你將濃烈的濃烈水 熱的濃烈水就會產生出來 OK 來吧 我舉個例子來說 譬如說我們將 小鈴磁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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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磁� 那它到時就會產生到 就是這個HydroSock 就會凝固 然後就會變成我們的MGSO4 加回7個水出來 到時這個就會是 加熱的話就會加熱出來 對不對 那當然 試測回你那個 那個 如果譬如在椅子椅子裡面做這個過程的話 你在椅子子孔裡一滴透一下的話 有機會有水倒來的 這個情況也可以以一個方法 去分辨一個HydroSock 和普通Sock的分別 好 剛才跟各位說過 右手邊的Prep Position方法順道 就是說 比如說有時候這個 很少在NKM問的 尤其是在我们这一个叫做是前面的Payboard 1B 或者1A可能是M才有问一下 那譬如Paporation of氮充电池可以有什么方法做 那当然最简单来说我看到就可以是透过将 reactive metal加exit 那就可以出来了 那除此之外呢 同学都知道譬如说你可以透过氮充电池 那你在我们的Cathol可以产生氮充电池 又或者你把氮充电池放进水里面也有 或是氮充电池放进水里面也有氮充电池的 那当然其实他就像这些这样的M3题目 那其实你说难不难呢 其实对同学来说 你这些我觉得不妨你有时间写回 虽然你现在看到我这里也在讲NKM 但是有时候这个部分来说 我也希望同学要去留意这一件事 对不对 那至于氮充电池来说 我们就会用什么呢 是用氮充电池透过氮充电池 这个氮充电池 这个氮充电池就会变成水 和氮充电池 那至于我们做氮充电池的话 最简单来说 把氮充电池加氮充电池 就会产生到氯充电池了 那至于我们的氮充电池 最简单来说 我把氮充电池加氯充电池 那氮充电池就会变成氮充电池 以氮充电池来说 应该把氮充电池加氮充电池 就会变成氮充电池 所以一定是有毒 这些氮充电池一定要在氮充电池里面进行 那至于我们的氮充电池来说 就会把氮充电池加氮充电池 其实就是刚才之前 就是我们的氮充电池的氮充电池 就会变成氮充电池了 那至于氮充电池来说 我们就用氮充电池的氮充电池 就会变成氮充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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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就是我们的氮充电池 就会变成氮充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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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提到的同学 这里来说的 Amonia 我写的这里也看到 Amonia Clorine 其实Hydin Corrine 这四个都不可以 这四个来说 基本上同学留意 你和我们现在有这份笔记 你不妨有这份笔记 你不妨有这份笔记 都可以写在买 有些资料 我都想補充多些资料给我看 这些氮充电池来说 基本上都是一些氮充电池 OK 那记住 氮充电池来说 我们通常都要跟同学 问问你有什么 4D的措施要做 记住如果是氮充电池的话 我一定要如何做 这个测试 在哪里做呢 就在氮充电池里面 可以 记住 就是抽空櫃 OK 希望同学要留意 OK 另外一件事 我也想顺带一提 就是 因为 之前我认识 除了说NCAM之外 其实没有什么很集中说 OK 那你记住 那个氮充电池来说 那它那个 補充电池 我说了 那怎样去收集呢 那其实收集的方法来说 我们就很 depend on 究竟我们那个氮充电池 就是 怎样 那个氮充电池的问题 可以不可以 OK 那在这里来说 在下面来说 我们就跟大家说 就是收集的氮充电池来说 那我们有几个方法 去收集的氮充电池 可以不可以 那第一件事来说 这里现在上面有一些 一堆的氮充电池 是不是 对不对 那你记住那样东西就是说 我们要看那个氮充电池 就是说 如果那个氮充电池来说 是大个氮充电池的话 大个氮充电池的话 那我们呢 就会怎么呢 就会用这个叫做 我们就会用这个叫做 download delivery 就是说到时候我们的管 就会向了下面 这样去倒下去 可以 那之后呢 我用个 gas jar 去收集 可以不可以 那这个叫做download delivery 那可能我问一个问题 那我怎么计算 那我怎么计算 那跟我来说呢 就是说 我们本身的air 来说呢 跟我说呢 air的 relative atomic mass 因为它有20%是 20%是 有78%是 nitrogen 大约的 大约的relative atomic mass 就是28.8% 可以吗 OK 那譬如说其他 的石码 譬如说CO2 那个relative 或者我会写好些 我写个relative atomic mass 所以我先说 AIR来说呢 上去别头看 因为这里来说 我都觉得值得跟阿龙说 因为我一次过 一个我试过 在这些题目里面 考的时候呢 可能又没有知道 如何去做这个方法 所以要顺带提 那行 OK 不是这个 这个 这边有个激烈 这个是 好 等等 空气来说是28.8,记住的情况 CO2来说怎么计算呢? CO2一个卡群是12,两个选择是16加16即是32, 32加16即是44,可以吗? 你看看这里来说,44是否大 就会大过28.8 CO2就会比我们的空气高, 所以平时你们还记得喜欢的时候, 你们用火力移动器去将我们的, 为什么可以灭到火呢? 因为到时当你的火在烧的时候, 如果氧氧氧氧是重的话, 它就自然会向下沉的, 那么如果氧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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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果Gast是小一個空氣的話 當然你們可以說Gast 如果Gast可以用一個字叫Less Dance 或者Dancer 如果我寫多個行李給我看 我們就說這個Gast 要轉轉藍色 我們就會說Gast 下面這個就是Dance Dance 因為它寫的時候通常都是這樣寫的 Dance Air 你不需要特別提到Density多次 那這樣就不會有Dunable Delivery 至於下面的情況就會是這樣 我先翻來 那如果Density Density of Air 是小於我們那個Air的話 那我們就說 Gast來說 就會Less 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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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r的話 那我這次呢 就會用這個 就是叫做 Upward Delivery 可以嗎?OK 那顧微思議 Upward Delivery的話 也就是說到時整個裝置來講 就跟現在你上面看到這個裝置 就反過來 也就是說到時我用這個做法來講 到時我用這個做法來講 就會向上 那行 那行 OK 那你跟著呢 你用那個Gast 放在那裡 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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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會想到 Gast如果是Less Dance的話 那行 那你的Gast 如果它是沒有那麼重的話 Density小一點的話 那你一升上去的話 它就會把那些空氣排走 那所以到時Gast就會在這裏 可以嗎?OK 明白 那當然你猜我 可以長一點 如果是這麼情況 就會很機靈 OK 可以嗎? 可以嗎? 那你另外一個Gast 譬如說我們的Hydrogen 那當然是Hydrogen 是兩個Hydrogen 所以每一個Hydrogen 1的話 那就是Less Dance 那你就會用向上的 Upward Delivery 去收了 行不行? 好手就回去了 請坐在這裏 那當然其他 譬如說 我們看到我們的Chorine 啊 嗯 修波大套塞 Excel 這些都是怎樣 這些都是 可以看到 這些情況都是怎樣的 喇 Chorine來說 每個35.5 所以是71 這樣可以嗎?OK 修波大套塞是 64.1 修法32.1 這樣加32 這樣可以嗎? 在那裏是36.5 OK 那你要見到呢 或者我再去移一移位置 這裡 我順便等一個 看清楚這個數字先 這樣可以嗎? 或者我們是這樣 我們跟那個 那個次序來排 那可以 OK 那A就在這裏 那這次 讓我看到些 情況 OK 好 這裏有沒有情況 我不清楚先 我看一下 我可以看到 我可以看到 那這裏 這裏有沒有不清楚的地方 Monna OK 那你們見到 這個就是 那我這個寫文 這兩個呢 就是 Let's Dance 而這三個呢,就是舞蹈員 知道嗎?OK,知道嗎? 希望跟我大致上來說是知道了 另外最後一件事,除了用這個之外 有時候會看到有些情況會是濾濃的 那你記住濾濃的濾濃的原則來講 就是... 寫這個給我看 因為通常會濾濃的原則才收集的 為什麼呢?最簡單來說 有機會濾濃的濾濃的濾濃的濾濃 例如我們拿濾濃的濾濃的濾濃的實驗 那例如我們使用濾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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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濾濃成 最簡單來說是會看到為什麼我們這個實驗 濾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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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濾濃 所以我們通常會隔水收的 那隔水的話 收了之後就不會有這些 但是隔完水之後 有水的 如果要乾燥的話 我記住 那如果要乾燥的話 我們要乾燥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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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原則上呢 就是 乾燥的話 就會用什麼呢 是用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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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嗎 可以嗎 第二樣東西來講呢 如果是 其實 其實 就是用這個 我們就會用 是用 可以嗎 OK 那至於第三種來講 就是一般來用呢 它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情況 你可以用 是用 可以嗎 OK 再一個 然後 可以嗎 可以 因為 就用這個 就用這個 可以嗎 可以嗎 那 they 可以嗎 好,至於素材來講,我想我很快跟大家講講,如果一般在素材裡的決定來講,第一,它有機會做,過往它們可以讓你去計算這個Molecular formula出來的,當然它有機會是給什麼呢? 它可能在題目上,我們首先要找一個Molecular formula,就是Molecular的數目,通常一般來說,它會給了一些Mars ratio,不同元素的Mars ratio給同學,譬如說它給了Clarbon那麽多,Hydrogen那麽多,Option那麽多,它給了這個Mars ratio,記住,我們如果給了Mars ratio的話,我們首先會把它做Mars ratio先,同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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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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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 最小的数据,用这三个数字为例,最小的数是2.27,所以除了2.27之后,就打起来说是2比4.03比1,即是差不多,你用最整数的比例来说,就是2比4比1,所以这个Empirical formula就是C4O,那通常一般我找到Empirical formula之后,我们同学都应该还记得,我们可以有两个方法去找整个Cumpel的Molecular Mass, Molecular Mass,第一,可能在题目上给了你,或者Cumpel来说,Molecular Mass是88,或者这个例子卫,又或者可能呢,我们最简单来说,我们可能就在我们那个Mars spec的Molecular Armpit,我们就看到出来,Molecular Armpit是整个Mars spec里面的Mover set的数值最大的,就叫做Molecular Armpit,也就是说Molecular未断之前的Mars来的, 所以这个数字应该是最大的一个,如果题目上没有比,那你就要自己静默地去Mars spec里找回这个数字出来,知道吗? 那你记住,我们将这个Mars的Mars的数量,比如说2卡本4卡本和Oction,那你将这个由这里变回到这个Mars的Mars, 就是这些Mars的重量,加上它,两个卡本的话就是12乘2,卡本12,知道吗? 4卡本就是4乘1,那至于Oction来说,就是16乘2乘1,知道吗? OK,然后整个乘1,那我看到这里算出来就是44,44乘1就等于800,所以N就是2,所以整个这个金融的Morcular formula来说,应该就是C4H8O, 如果题目上给你就是C4H8O和Oction,如果题目上给你就是C4H8O和Oction,要给你比同我呢? 不过通常一般,就很少落到endgame问的这个部分,通常就是我们的Paper 1B,我记得他给过的,如果没有记错,好像13年题目是问过这些题目的,就是给了这个做法的,知道吗? OK,那除此之外呢,如果他没有给到C4H8O的Morcular ratio,他可能会说,C4H8O之后,产生了几多g的CO2,几多g的水, 记得我们根据我们这个Morcular percent,在一个C4H8O里面,C4H8O的Morcular percent,就是将C4H8O的Morcular, 成为12H8O的Morcular,成为14H8O的Morcular,成为12H4O的Morcular,成为, 这个Morcular percent,就是我们的C4H8O的Morcular. 同样情况,我们水里面的HydogenMask%是2 over 18 所以记住,如果解释它给水的Mask来的话 乘2 over 18就是HydogenMask 当然,如果最后解释这个Compound有Auction 你将Auction的Mask等于整个Compound的Mask 减分Mask of Carbon,减分Mask of Hydogen 就找到这个Mask了,可以吗? 当然,如果在这个情况下,就会比较复杂 你要做多一步,你才找出Compound、Hydogen和Oxion 这三个Mask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情况,就要做多一步 当然,有时题目上真的这样出来也要做 明白我的意思 第二件事跟大家说的是,我们的HydogenMask 其实,跟我来说,在计算里面 其实一般,通常就不会和我计算的 但是,有时你见到Hyd,就是HydogenMask 你知道的话,你会比较容易 你去找到究竟Compound里面 究竟是Mask,或者是Mask 所以我看到,公司来说,就是Compound 如果是Mask,可以加1,就减回HydogenMask 除2,再减回HydogenMask 再加上HydogenMask 再加上NidogenMask 记住公司就是这样 如果0,就是说它没有任何的Pond DoubleBond,或者TrueBond,或者Ring 全部都是Saturated 如果1的话,就代表有一个DoubleBond 又或者一个Ring 可以吗? DoubleBond来说,你可以加上Compound 或者,如果你说有Auction 有C doubleBond 可以吗? 如果2的话,就有两个DoubleBond 或者两个Ring 或者一个DoubleBond加一个Ring 都可以的 可以吗? 或者当然,可能有一个TrueBond 当然,如果数字很大 通常有4 很大 有时你就会猜 它会不会有病小Ring 因为病小Ring 你看到,凡亲一个DoubleBond 就有1,2,3 3,3,3 再有一个Ring 就有4 所以,如果病小Ring 就有4 好了 除此之外,同我留言 我们还有希望 你们到时在讲 这个OrganicCompound 这个OrganicCompound 有机会出现了Isomersion 或者很快的 和我讲讲 哪几种的Isomersion 包括Structural 就是结构上 你可以在这个Ring上面 就是说 Ring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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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SiteRing 第二 就是可能 功能群组织 或者是 那些 例如Covine 那些位置 摆在不同的位置来说 比如我们DoubleBond的位置 摆在1,2 摆在2,3 就是Bowen 和Bowen 这个就是我们的Position Isomersion 是一样的 对不对 或者像Bowen Bowen 和Bowen 2 的话 摆在第一个位置 和摆在第二个位置 这些是Position Isomersion 对不对 自己功能群织 有三种 我们常见的功能群织 包括 LTI 或者Keytone 对不对 这两个来说 就说 Molocular formula是一样 但是功能群织 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第二个就是X和Astar 对不对 第三个来说 就是Alco 和Ether 但是这三个来说 最问得多 应该是X和Astar 第二个应该是Alder 第三个就是小 好像是属小 云的 另外 如果有DoubleBond 或者是有其他情况 我们就会考虑 这些Stereo Asom 可以吗 OK 看起来 看起来 在这里 你会看到 如果金项里面 有Double Catron Catron Bond 的话 就有机会出现了 Sys和Trans 的数码 如何才会出现 Sys和Trans 和 一定是每一个Catron 只是在哪里用 只是在Polymer 才用 OK 你记住 两个同一面 就是Sys 两个同一面 就是Trans OK 另一种 就是Elan-Souma Elan-Souma Elan-Souma 就是在Saturated Carbon 一定是四个不同的群 如果四个不同的群 就会有Elan-Souma OK 表示 就是用这样的形式 表示 譬如Pyltin2O 可以 因为Campag Pyltin2O 可以看到 你的组织 一个OH 一个Metho 一个Pyltin2O 这个不是 1,2,3 我写多了Catron 是不是 写多了Catron 这个 人不查都不知道 自己写多了Catron 可以 OK 这样才对 这个才是Pyltin2O 可以 可以看到 在这里里面来说 可能你把Pyltin2O 有机会错了 这个是两个Catron 不是三个Catron 可以看到 这里来说 一个Halogen 一个Hydroxyl 和一个Eval Group 所以你计定 就应该是四个Group 四个不同Group 隔着Catron 记住 这个 我们叫做Catron 对不对 OK 隔着四个不同Group 你记住 表示方法来说 你可以把另外两个Group 放在这里 然后把其中两个对调 就是它的Eval 对不对 OK 那当然你可以把整个Molecule 写出来 但是如果你不懂 写的话 你记住 这个构图的时候 到时把其中两个Group 大家对调 把OH和H3 这两个位置 对调的话 那就是它的Eval Group 清兵了 好了 和大家说 在这里来说 就是我们最重要的 就是 这个表现真的 效率非常多 就是功能群的测试 和IR absorption pit 和我来议 譬如我们用 Alkene为例 和我看到Catron Catron 是2000年的效果 其实你看到 很多功能群的效果 这一年来说 对不对 那我看到 记住 Catron Catron Double Bound 来说 我们用Betbombin Dissolve In One Moment Trichlorine 里面 刚才我看到 我们的Reddish Bar 就用Catron 你刚才我看到 假设我用Propine 为例 加的话 记住 我们就加在Catron Double Bound 里面 从而变成我们的 这两个就加了两个BL 当然 除此之外 我们可以用 Axidified Potassium Dichlorine Axidified Potassium Permagane Solution 可以吗 OK 那我看到 Permagane 那我看到 其实我们的Permagane 来说 它本身是一个Oxid性 它就在这里面 就加入两个OH 可以吗 OK明白 那你见到 Catron Catron Double Bound 你见到 就是168厘 数字 而理论上 它到时有个表给同学 但是我建议同学 你记得多 就不用去查表 可以吗 OK 那表是给同学对 有没有背错 可以吗 记住 OK 好了 至于我们的C.O.O. 和LDL的系统来说 刚才看到 IR EPS3P 是168厘到1750的 记住 提同学 麻烦和我写单位 不要只要写数字 CM-1 这个值钱 你不写的话 到时可能它有机会 不给同学 记住 凡亲C.O.O. 我们一定是用 2.4.9 做分 这个比较长 的名字 我希望真的要记一记 去写 因为你写错的话 就不给分 OK 那 那你见到 这个固定是这样 也是在2017年 这个题目 当时 怎样特意 继续给同学 看到 2.4.9 如果 N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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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叫做 卡综 对吧 OK 如果我看到 卡综 这个卡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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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所以 它叫做 Final Final 就是一个病酸 OK 如果这个例子叫做1 这个位置叫做2 3 4 所以 为什么叫做2 4 因为第二个位置 有个NH2 第四个位置 也有个NH2 所以叫做2 4 那这两个NH2 就拼在Final Group上 Final Group 就是这个病酸 上面 在第二和第四个位置 也就是到时 那个H2 在第一个位置 所以这个固定就是这样 为什么特意 因为它2017年的题目 就试过 在NCAM里面 就给了 这个Cumpar 给同学 给了这个Cumpar 就给同学 这个固定出来 可以 OK 那这里来说 我都顺带一提 就是说 这个2 Final Group 当它有LDR 或者Keytone 它会产生到 橙黄色的 产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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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假設2017年出過這個組織的話 記住,你怎樣才知道原先這塊是什麼呢? 你整個組織,你記住,你的N 和CN double bond這個位置 就是我們那個 Aldehyde的組織 那你就知道這一個是什麼來的 等一下有沒有同打圖,看看這個題目的 好了,材質之外 你看到,如果它是Aldehyde的話 記住,Aldehyde裡面還有一個 可以是 能夠被Oxidized的Hylogen在這裏 那它就是會跟Oxidized agent去反應 那這個Oxidized agent,我們就用的是Tolussum agent 因為Tolussum agent來講,本身呢 我都知道,Aldehyde可以Oxidized變成Exit 你可以用Protesium大功微,但是這個不是一個好的 測試方法,為什麼呢? 因為你如果要測試的話 我們的Protesium dichromate 是一個很多元化,很多一隻CN都可以 可以讓Protesium dichromate 或者Protesium permacanin去Oxidize 但是記住,Tolussum agent這個 只是針對我們的Aldehyde 沒有其他的了,OK? 以及Tolussum agent來講,它就會到時 產生一個SILVER MIRROR出來的,OK? 那告訴我,其實它將SILVER NITRID 其實Tolussum agent做的時候 我們將SILVER NITRID 滴入我們Excess的AMOMONIA 所以產生這個叫Diamino SILVER MIRROR 到時它就會將我們這個LDR Oxidized變成一個Exit 就是CARBOXYL 它自己就會有SILVER MIRROR 所以,到時就會產生到很漂亮的SILVER 在那個TESTIP上面 即是裡面,OK? 那個Innerwall裡面就會見到 一些很漂亮的SILVER 那就會有這個Aldehyde存在 那告訴我,其實 現在同學看到平時的鏡 就是用這個方法 去將Aldehyde和我們這個Tolussum agent 之後,它還有鏡的背面 就加上了這層的SILVER 所以你會見到 就會有這個很漂亮的鏡 知道嗎?OK? 至於我們的Exit來講 我們一定是用這個SILVER NITRID 去測試的,記住 如果同謹記,一定是AQ 一定記住AQ 可以嗎?OK? 那如果有一個Oxid來講 就會產生到CARBOXYL 當然,Exit的話 就會產生到CARBOXYL 就是CO2 記住,Exit會有兩個PET要留意 那包括是什麼? 就是C001 1680 1750 CM-1 OK? 這個就是C00 另外一個就是Oxid 就是2500-3.3CM-1的PET 那這個就是OH 記住,這個加上這個就是Exit 如果假設 剛才講過給同學 就是它有一個ISOMA 就是另外一個功能ISOMA 就是這個AXTA的話 那你記住 就只有上面這個 而下面這個就沒有的 從而這樣區分 而最後就是Alcohol來講 如果假設它是PrimaryAlcohol 或是第二Alcohol 它能夠Oxid 的話 我們就可以用Protestin Bacromat 它就會由橙色變成綠色 這個反應就是這樣 PrimaryAlcohol的話 可以Oxid變成Exit 第二Alcohol就變成Ketone OK? 那至於Tertiary 就Oxid不能夠 那你要怎樣去知道 它是不是這個Alcohol呢? 你就可以透過 就是我們利用到Evernol Exit 或者Consult Exit 就做Exit 所以Alcohol加Exit之後 變成Exit 然後Exit 就有Footy smell 可以嗎? 明白 而最尾和大家說 就記住 就是這個Oxid來講 它有一個 IRP就是3230到3670的 比一上高的數字 的Pit 希望同意 記一記 還有這幾年來講 有時候它都試過給我 兩個Compers 給同學 然後你記住 看看Compers 有什麼功能群 然後你會看到 哪個功能群 是沒有那個功能群 的話 或者你想想 究竟如果在這裏 我們要用什麼 的吸收器 看看它 會不會看得到它 我剛才講的例子 例如假設一個Exit 一個Aster的話 最主要是看 它應該沒有了 Oxid的 如果看過的話 就會說 只有Exit 才有這個Pit 可以嗎 所以這裏來說 就是有時候 你自己去分析的時候 這個要熟習 究竟你看看 Compers 究竟它有什麼 功能群 哪個沒有 然後你看看 就用這個來去區分 因為它 我記得這幾年來講 近兩三年都少了 有時候 真的少出一個 真的Mask 即是真的IRP 給我看 它這陣子真的要說 所以這裏來說 你要習慣寫法 可以嗎 至於最尾 和大家說 就是那個Compers 我們就要用這個Mask 去看 Mask 去看 我們最大那個 就是 我們的Highest M Overset 的Raisal 這個數字 就叫做Mask 來的 OK 有一件事 我都相信 如果假設 這個Compers 它有Halogen的話 包括Clorine 也有 Clorine 有Clorine 有Clorine 37 到時這個Pit 我們看到 應該有兩個Pit 出現 凡是Halogen 一定有兩個Pit 一定需要說 有兩個Mask 因為到時 一個是35 另一個就是37 所以就會多一個M加2的Pit 同樣的情況 我們的波面一樣 就有波面79 和波面81 如果波面79 就看到 波面81 就會再多一個Pit 所以 你看到 同樣有M 和M加2 M是代表現在 這個Mask 這個Mask 再多一個 數字 是大多兩個 假設 這個Mask 是134 那你就會 M加2 136出現 明白我的意思嗎 行嗎 行嗎 請坐在這裏 記住 所以 因為這兩個ISO 的Ratio 是Chor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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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這個3 的話 你就會1 如果它Bombin 的話 就1比1 就是差不多 兩個Ratio 差不多 高度 最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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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Basic 大家都很少問 這些 反而 你們需要 記住 這個 氧 的Pit 可以嗎 和我看到 15 29 通常一本都有 反而 你和我看到 特別描述了兩個 Pit 我希望和我記住 就是91 91就是 Bensin Ring 記住這個 OK 一個Bensin Ring 一定是斷開了 斷開了的話 你就會變成減弱 所以這個 就變成整個 就是C6H5 來的 C6H5來說 應該是77 可以嗎 OK 現在加上CX2來說 就夠水分 和這個Pit 是相當穩定的 所以這個來說 你看到 就是這個 另外一個 43的話 同學留意 43可以是 三個C6H5 的C6H5 但是如果它是 Auction的話 就很大機會是 CX3 C11O 這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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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的 希望和我記一下這個 可以嗎 另外 記住那件事 除了我看這個 C6H5 之外 記住 你可以看 分別是什麼 比如你分別是14的話 14的話 就是C6H5 可以嗎 OK 明白 這裏來講 或者到時候 我再和大家說 那些MASPEC 再和大家再說 緊緊的一件事 所有在這裏顯示的話 全部都一定是什麼呢 一定是IOS 記住 這些一定是IOS OK 因為它一定不會是一個 沒有Charge的部分 因為沒有Charge的部分 基本上 我們MASPEC是看不到的 但是MASPEC裡面能夠 可以看到的話 一定是IOS 這裏 OK 好了 基本上講完之後